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内部一直在开发一个很特别的项目 我们叫它赛博房间 这是一个用虚幻5打造的光追演示 听起来感觉还挺牛逼的 现在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告诉大家 赛博房间的安卓版已经开发完了 大家已经可以免费在一些应用商店和网站上下载到了 具体来说 这是一个用来演示虚幻5引擎的Lumen全球光照和硬件光追技术的demo 我们设计了一个二三十年后近未来的赛博朋克风格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房间里你可以自由地探索 我们也埋了很多的小场景小彩蛋 跟我们频道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 像液氮超频台 还有硬件展示架等等 平均70万面的场景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光源来展现全球光照的效果 包括你的手上会有一个无人机一家手电筒的这么一个设备 可以用来制造一些阴影 考虑到大家赛博斗区区的需求 我们也贴心地把帧率和整机功耗都放出来了 甚至还设计了一个跑分模式 爱折腾的同学可以去跑跑看 如果你的手机性能足够支持硬件光追的话 我是很推荐你去试一下我们做的APP的 现在已经登录一些应用商店了 包括库安、应用宝、小米、荣耀等很多手机厂上的应用商店 都可以下载到 直接搜赛博房间就行了 或者也可以去我们soc.pk上提供的网盘链接直接下载 它这个硬件光追模式目前可以支持到骁龙80002 或天玑9200以上的安卓平台 如果你的手机芯片没有硬件光追的话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Lumen软光追模式 这个模式下点光源的光追影影会失效 所以画质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 帧率和性能上也不能和光追版直接做对比 只能简单体验一下 至于iOS版的话就很抱歉还没办法做了 因为虚幻引擎是epic做的 它们跟苹果的关系显然不是很好 像Lumen这种杀手机的功能 目前都还没有提供对iOS的支持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赛博房间这个APP呢? 其实这玩意就是做着玩的 主要就是想借开发赛博房间的过程 尽可能的亲身经历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用现代大型图形引擎做游戏开发是什么感觉? 说白了就是练手用的项目吧 毕竟如果不实际开发一个游戏或者demo的话 我们又凭什么能去评价各种游戏里的性能问题图形问题呢? 了解游戏图形的开发流程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下判断了 具体到赛博房间这个项目呢 我们使用的是虚幻5引擎 这个demo主要展示的就是Lumen全局光照的效果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用上虚幻5了 不仅桌面端 手游也开始出现了 以后虚幻5的手游只会更多 这些游戏甚至可能还会支持光追 所以我们想借着这个契机就了解一下 手机端的游戏光照能做到什么程度 压力会有多大 有哪些坑 算是一个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吧 开发下来的最大感受就是虚幻5真的是一个桌面优先的图形引擎 移动端只能算是延伸品 尤其是像Lumen这样的重点功能 虽然支持了手机端 但它没有为手机开发做出太多的调整 比如在默认情况下Lumen的细节追踪和光照卷接量 屏幕探针等等都是按PC上来设置的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在手机上高效的工作 性能消耗很大 都需要自己手动优化 还有一些是PC上能做到 但手机上根本做不到的 比如我们场景里的反应堆核心 这是一个点光源 如果是PC上的U5对这种动态光源的数量不做限制 但手机上就会硬性限制最多4个动态光源 我们这个场景比较小可能还好 有些PC游戏上的复杂场景 动态光源比较多 根本就不可能移植到手机上 只能都改用静态光源 然后像这个点光源 你看它现在是可以正常向四面白方投射阴影的 这是因为我们开了硬件光锥 手机上如果不开硬件光锥 只用Lumen的软光锥是无法渲染点光源阴影的 而同样不开硬件光锥只开软光锥 在PC上却可以正常投影 哪怕显卡不支持光锥 Lumen的阴影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手机和PC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UI5对安卓端Valkan的支持目前还很实验性 可能大家会觉得PC的Valkan和手机Valkan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吧 但实际做了开发你才知道 不同平台的Valkan会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拓展 在微软的DX12上 这些特性区别是专门用Feature Level和Ultimate等大家都能看懂的词汇 标注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Valkan标准就非常临散 每个平台都有不小的区别 像PC和手机上的拓展是互有不同的 并非相互包含的关系 自然而然你在PC上做Valkan手游开发的时候 其实并不能准确地预览 手机上真正的画面 UE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给Valkan定义了一套对应的能力等级 它的名字也叫ES3.1、SM5、SM6 但实际上是它的RHI粗略地根据这个等级 去实现对应图形API的效果 像Valkan里的所谓SM5和SM6 其实就对应了DirectX里的SM5和SM6 而它所谓ES3.1就对应了OpenGL的ES3.1 就是我们叫做现代可编程光纤化管线的意思 光开了Valkan在安卓上是开不了光追的 必须指定实验性的Valkan SM5才能开光追 说到具体开发 我们也感觉光追在手机上实在是过于稀罕 以至于各家的GPU驱动有各种五花八门的bug 做光追项目可能大量的时间都是在debug的 其中很多bug又是移动端厂商的Valkan驱动 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的 毕竟在安卓上还没有大规模使用 我觉得是有点缺少市场检验的 包括UE的移动端还有非常多开发体验上的问题 比如需要特定的旧版Android SDK和NDK来打包 而且UE自带的打包并运行选项 经常失效 需要我们手动ADB才能安装在手机上 另外就是一些手机硬件上的限制了 像UE5手游的开发 你需要在内存占用 还有包体空间的占用上非常小心 我们一开始就遇到过纹理压缩不当 导致无法打包出Android端的问题 过大的纹理也会占用太多显存 移动端的CPU和GPU是共用内存显存的 就需要很注意 比如我们有一个场景需要播放多层视频 在游戏里播放视频 刚开发的时候我们用插件直接锁 特别吃显存 后来用了纹理组的方法才降低了显存占用 看起来这期节目吐了很多开发者苦水 但是说实话 这个项目真的杀青的时候 看到我们自己做的虚幻5的光追demo 在手机上运行起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赛博空间的光追到底跑起来多少帧 流不流畅呢? 这个demo我们手机上谋定的是720P渲染分辨率 稍微做了一些简单测试 8进2跑满可以跑到平均22帧 8进3满血可以跑到43帧 8L跑满有平均57帧 也就是说最新的旗舰平台 完全满血释放的GPU 跑U5 720P的光追才能勉强接近60帧 说实话以我们的能力 这个表现可能已经优化到头了 也很难再跑得更高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看看 反正已经开放了免费下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打算做一期视频 专门给大家科普讲解一下光追 路径追踪 还有Lumen具体的一些原理和区别 系统来聊一聊光线追踪技术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期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关注极客观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